第342集 哪来的野狗 我就不信拍不碎你 野凡亲身上前 长指称为金色 向前暗去 无形中他使出了一次斗战圣法 突然呢 大黑狗口吐人言 你才是野狗 这次 轮到野凡一个猎去 被惊了一跳 这就是狗竟能够开口 真是成惊了呀 狗精 人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会不会说话呀 大黑狗猛地扑过来 全齿森森雪白如刀刃 对着野凡就瞎了死口 野小哥 你回来了 王叔从石寨中出来 正好见到他露出喜色 这里有一只野狗精 别过来 有些古怪 等我收拾它 今天晚上吃黑狗肉 谁吃谁还不一定呢 大黑狗咆哮再次扑上前来 野小哥 别动手 那是张五爷养得吃不得 王叔大叫 同时冲着大黑狗喊道 黑黄 别咬人 那是我们石寨的恩人 石寨的人被惊动了 很多人都跑了出来 哎呦 野小哥回来了 黑黄 别乱咬 他是张五爷领回来的 叫黑黄 已经通灵了 一大群人热情的围了过来 叶凡听到这只大黑狗 是张五爷领回来的 很是惊讶 当下 不可能 瞎杀手了 可是这只大黑狗呢 却不依不饶 呲牙咧嘴 对它不断下口 咬掉了大半截一扇 我靠 你简直比突一把狗还狠 叶凡拍了它七八掌 感觉像是打在了铜墙铁壁上 铿枪作响 不动用斗战圣法的话 根本打不动 大黑狗呲牙咧嘴 一阵撕咬 倒也没有冲它身体下口 就是扯烂了它的衣服而已 我去 还真是一只突一把狗 怪不得这么凶 叶凡有点无言 这只大黑狗 那只粗大的尾巴真的半凸了 毛发近乎掉光 叶小哥 你回来了 没被那只突尾巴狗给咬伤吧 耳楞子雷薄脚不粘地 从远处跑来 速度很快 修为又有所提升 可是 当来到近前 发现人群中的大黑狗后 它脸色断食一白 叫错了 是黑黄 等会儿 这突尾巴狗 是怎么回事啊 叶凡将王叔 与雷薄叫到近前 两人还没有说话呢 大黑狗先呲牙了 再敢叫我突尾巴狗 笨黄灭掉你 你这黑狗精还真是大言不惭 叶凡看向王叔与雷薄 实债该不会被这狗精给占了吧 没事 你们不用怕 我可以一把火烧死它 让你们吃狗肉 没有的事情 黑黄真的很好 有它在的话 实债今后的安全 都不会有问题了 玉小哥 你别误会啊 黑黄 真的是一条好狗 所有人一起解释 叶凡很快弄明白了 这一条狗 就是曾经在篝火晚宴上 抢走烤全羊的那条黑影 后来又出没了几次 最后常住在了张武爷家 说起来 这只大黑狗没有白吃白喝 曾经叼回来过几块园 叶凡顿是一阵惊悚 这只大黑狗 该不会是从紫山中 跟着它出来的那个东西吧 黑黄啊 别伤人 叶小哥是好人 这个时候 张武爷得到消息 从石寨中 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大黑狗比猛虎还大 比大公牛还要强壮 摇了摇尾巴 来到了张武爷的近前 这真是 紫山中走出来的那个生物 叶凡心中惊异不定 他上前问张武爷 武爷 这只土尾巴狗 小子你火腻歪了吧 谁是土尾巴狗 大黑狗呲牙 全耻 森森瞪起了同龄般的大眼 你说你是 黑黄 不错 你可以这样称呼本黄 大黑狗一副傲然的样子 屁的黑黄啊 真以为自己是上古圣皇啊 叶凡扫了他一眼 看在实寨父老的面子上 我就不叫你土尾巴狗了 就叫你黑太郎吧 大黑狗暴怒 本黄为什么不能堪比古之圣皇 我现在就忍不住想灭掉你了 大黑狗如公牛一般强壮 方头大耳 全吃血白 跟一把把匕首似的相当的锋锐 他吐着鲜红的大舌头 话语很强硬 以黑黄自居 叶凡盯着他 还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只大黑狗没有什么妖气 也无神力波动 但却铜筋铁骨根本打不动 走吧 回石寨去吃烤全羊 张五爷拄着拐杖招呼 在这北域赤地 牛羊肉是最常见的肉食 想吃山珍与海味 非常困难 叶凡心中琢磨 这大黑狗真是从紫山中 跟出来的那只生物吗 可是与想象中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啊 叶凡问道 周围的村落没有人处失踪吧 王叔摇了摇头 自从青霞被攻破 风游五百里的流寇 全都销声匿迹了 再也没有匪患 这片地狱很安宁 你什么意思啊 以为本皇会在此地兴风作浪 大黑狗的确非常通灵 一下子就知道他的意思 叶凡没搭理他 这只大黑狗来历非同寻常 不宜与他发生冲突 晚宴很热闹 男女老少一大群人露天席地而坐 火焰跳动 烤肉发出痴痴的响声 油滴不断的坠入火堆中 飘出香气 大黑狗狼吞虎咽的进食 与篝火相距很远 叶凡问张五言 老人家你知道他的来历吗 不知道 说起来第一次见到他 真把我给吓了一大跳 张五言慢慢道来 平常的凡人见到一只大黑狗 口吐人眼 不被吓住才怪呢 不过大黑狗并未伤人 且对张五言很友好 我是在紫山附近见到他的 当时他正在四处转悠 雷伯一眼认出是曾经叼走我们烤羊的那条黑影 他平日都在石寨中吗 每天清早 他都会跑到紫山转一圈 其余时间大多都在 吞日经 西月灰 叶凡暗自点头 这只大黑狗果然与紫山有什么关联 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就是跟着他出来的那只生物了 他真没吃其他牲畜 没有作恶 叶凡始终对这只大黑狗 不太放心 太古种族 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在当今这个世上 他对未知生物的接触 比各大圣主都要多 因为 数千年也不见得有人能够见到一只 而他曾经深入紫山唤醒了树头生物 起身近距离遭遇过 至于太出禁区 使人皆知 可谁敢进去呢 除非是寿元将近的皇竹等 可谓有尽无出 他们这次能够逃生 实属天性 真的没有恶行 我曾摸过他的骨 就是家养的大狗成精 不是其他种族 张五爷肯定的回答道 王叔 你觉得他怎么样 说不上来 感觉不像是大狗 性格与人 没什么区别 王叔摇了摇头 这只凸尾巴狗 太横了 雷伯在旁小声嘟弄 生怕大黑狗听到 第一次见面 他就被扑倒了 遭遇可比叶凡惨多了 被连丝带咬 平日间也曾受过揉力 这凸尾巴狗 很记仇 我不就是追过他吗 不过他倒是真的很奇特 交给我与王叔 一些特别的修行法门 他传你们修行之法 总是以黑黄自居 我们稍微出错 他就挥动狗爪子 雷伯抱怨 叶凡差点将口中的酒水喷出去 这只大黑狗还真是古怪 他教你们什么法门 让我来看看 叶凡示意王叔运转悬法 将手搭在了他的身上